两家殡葬公司人员在医院大打出手 警察赶来止不住彼此的怒火 还互相叫嚣拉扯 原来是一名病重的患者送到医院 两派殡葬人马闻讯赶到抢生意 当时病患正在急救 家属在手术室外着急等待 病人还活着 两派人马就在急诊大厅外 当着家属的面大打出手 警察最后将参与斗殴的一共7个人 全部带回警局拘留15天 而在安徽一所医院也发生打闹事件 这是因为一位老人突发脑溢血 不幸过世 家属在医院门诊大厅愤怒打杂 那又百花圈收紙了 还在打杂 院方制止不了情绪激动的家属 只能报警处理 记者戴绿综合报道